一周要闻回顾 海外信息分享 大家好 这里是温度知识 欢迎收看 温度知识由安歇理财 有请支持 首先来了解北美财经新闻 有不少开发者在社交网络上表示 苹果推出iOS14.3的正式版 不过让人很纳闷的是 推出后瞬间撤回 由于是秒撤回 所以网上没有留下iOS14.3的任何痕迹 所以用户也更不可能检测到更新 PayPal周四表示 它将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用户 开放其新兴的加密货币服务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美国所有符合条件的PayPal账户持有者 可以在直接通过PayPal购买 持有和出售加密货币 美国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ra周一申请出售价值百万美元的公司股票 而就在这一天 这家制药巨头刚刚宣布了其冠状病毒检测疫苗的测试的积极数据 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目前表示 两家公司联合开发的新冠mRNA疫苗 在临床三期的测试实验中显示可以预防90%的感染 让全球资本市场迎来狂欢 该公司股价也随之飙升 11月12号 谷歌旗下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当机事件 现在观看或者是下载视频都遇到了问题 YouTube团队已经证实了当机事件 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 11月13日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发出推特 一些极其虚假的事情正在发生 今天做了四次新冠检测 两次结果呈阴性 两次测试结果呈阳性 同样的机器 同样的检测 同样的护士 数据来自美国BD公司 快速抗原检测 下面是安息学堂进入热词小百科时间 长期护理 当人们无法进行六种日常生活活动的二种时 就需要长期护理了 一些保险公司提供无额外费用的慢性疾病附加条款 这六种日常生活活动是 洗澡 大小便自控 穿衣 进食 如厕 移动 据美国政府健康与人类部官方统计 65岁后约70%的人需要长期护理 下面一同快速回顾本周全球发生的主要新闻 特朗普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公司 该禁令针对华为 中国移动 海康威视等31家中企 禁止范围包括购买公司股票和投资相关基金 将于明年1月11日生效 特朗普称此类投资是在为中国军事野心输送资金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被美国金融市场 与北京脱钩采取的首个重大举措 据媒体报道 美国宇航局三名宇航员与一名日本宇航员 14日将借由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研发的火箭升空 前往国际空间站 上周NASA正式认证了SpaceX公司的龙飞船太空舱是安全的 SensorTown商店情报数据显示 2020年10月 Mihaiu原神在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吸金2.39亿美金 位列全球手游销售榜首 腾讯王者荣耀10月预估收入为2.25亿美金 本期榜单另一大亮点是腾讯的天涯名页招手游 该游戏于10月16日正式上市 半个月内在中国App Store吸金8600万美元 名列榜单第9名 奈飞宣布最新电影项目《水浒传》 由王者天下、死神、真人电影导演、佐藤信介指导 佐藤信介凭借改编自秦始皇背景的《王者天下》 获得了今年日本电影学院最佳导演提名 和去年的《暴之硬化上最佳导演奖》 据Deadline报道 电影版《水浒传》将是一部史诗般的动作冒险传级电影 片中充满了荣耀、浪漫与阴谋 同时 影片剧情将探讨忠诚、领导力和不计个人代价 面对社会问题的责任 好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安心学堂近期的课程预告